是 是封堂集团 李封堂 我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他为什么敢 封堂集团最新消息 收购宜然集团 董事长 董事长依然 什么 你们 现在叶依然是这里的当家人 几位 这里好像不欢迎你们 楚慕 算你有本事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龙帅 查到了 肥彪就是受苏佳的指示 暗中为难夫人 看来绝对不受人 是苏佳在刻意安排 不错 苏少奇收购了夫人的公司 然后把肥彪安排在这里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看来五年前害我们的人 跟苏佳有很大关系啊 龙虎 在 马上安排人突击肥彪 是 放开我 你放我 你 你 楚楚 肥彪 打台球不叫我 楚楚的 你打得大哈 不想活了 你砸我厂子敢 就你这破厂子 还用砸吗 你 小子 你知道谁招了我吗 放了半天屁 终于说重点了 谁招的 南城地地 都是苏佳的 这些怎么会 大股东都是苏佳大少爷 苏少奇的 苏少奇 苏佳 又是他 怎么样 其实都害怕了 是不是啊 告诉你 上京没有人敢跟苏佳的 对吗 我好怕怕啊 怕了吧 看来你们干了不少坏事啊 告诉你 一会儿寻方局的人就到了 要不 你跟他们说说去 你 你是 这个人太吵了 你得给我封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依然 怎么我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哦 没事 办了点小事 怎么了依然这么慌张 苏少奇 他邀请我谈一下业务 怎么办 苏少奇 黄鼠狼给鸡卖你 没按好心 那我不去了 不行 当然要去了 我暗中保护你 看看他到底是想干什么 嗯 苏少奇 来得这么早 他想搞什么鬼 苏少奇怎么安排的 一会儿我盯着叶依然 逼他就范 那个楚慕要是赶来 就让咱们的人都少 好 这里都是我们的人 他跑不了 恭喜叶总 重新入主依然集团 苏少 有什么话就别挂了摸脚了 直接说吧 叶小姐干嘛这么见外呀 咱们两个可是差点成为夫妻呀 苏少请自重 我压根没打算嫁给你 都是为了做生意嘛 叶坤之前为了求我救他 欠了我一笔债 现在你是老板了 我只能找你要的 叶坤怎么这么糊涂 年轻人嘛 总是有点小毛躁的叶老板 这债 你什么时候还我呀 苏少 我刚刚接受益然集团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如初奉还 时间 之前为了等你嫁给我 我就等了五年 你还让我等 苏少 你不会是想脱黄了吧 你放心吧 千年房钱 我不会爽不赖 其实这钱我也没有那么着急要 要是叶小姐 很赏脸陪我两天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苏少请你休想 别以为你和那个肺部楚慕 拍上了李峰堂 我就会怕你们 他今天要是敢来 我就让他躺着出去 在上京干嘛要得罪苏家呢 你说你要是早点从了我 是不是也能少收点苦 老公 楚慕 谁让你进来的 来人 来人 早点生 苏家大少爷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 干嘛大呼小叫 楚慕 今天你敢来 就别想 别想什么呀 是不是还在等着三叔给你安排的人 什么 你怎么知道 老胡 把人带进来 进去 刀 刀子 怎么回事 咱们的人 咱们的人都被收拾了 什么 苏小姐 叶坤欠你的钱 我都打到你卡上了 不过咱们的账 还得慢慢算 毅然 我们走 楚慕 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属下冷户 以后我不在的日子 就有他找过你 夫人 别整个那么严肃 就叫依然姐姐就行 啊 这 是 依然姐姐 那以后就辛苦了 红妹妹了 楚慕 我小瞧你来 刀子 画重金情高手 我要让她离开这个世界 哎 你们干嘛去啊 干嘛 老红妹妹这两天可没少帮我忙 当然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了 那你要怎么感谢 这是我们女人的事儿 你就别管了 有她在你还不放心吗 走啊 老红妹妹 楚先生我们先走了 搞得神神秘秘 依然姐姐 你刚刚那时做什么 这五年来 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见过太多可怜的人了 所以在迎春堂设立了一个救助站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吧 依然姐姐真是善良的人 你不让楚先生跟着来 一定是怕她触景生情吧 是啊 每次提到我受过的苦 她都发誓要报仇 我真怕她 依然姐姐放心 楚先生不是那么冲动的人 她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嗯 我相信她 嗯 我们走吧 去哪儿了 你看你跟着楚沫都造成什么样了 女人呢 是要学会保养自己的 走 带你去享受享受 好 出发吧 啊 还下雨了 上京的秋天还是这么冷啊 伊藤平治 你没有死 别开 杀我没那么容易 你不是伊藤平治 是你杀了我的哥哥 果然有两孝子 可惜今天你就要死在我伊藤平香的手中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为你哥报仇 我找你找了好久 没想到结个单子让我碰到了 今天 我要让你解释下伊藤家的建树 是谁顾的你 让你们的阎王爷告诉你吧 可惜一千万 顾一千万 顾一千万 杀人 在上京找不到第二个 素手棋 给我等着 好 各位 各位 感谢各位捧场 来参加迅达集团新酒店开业典礼 少奇代表迅达集团 感谢大家 好 那少奇 就先干为敬 真不错呀 真不错 爸 都安排完了 好 苏老爷 苏绍可真是咱上京的青年才俊呐 哈哈 过奖吧 诸位 请坐吧 苏绍 一汤瓶香失手 什么 不是说他万无一失吗 怎么办 董事长还不知道咱们的事 恐怕 怕什么 什么事到时候再说 是 各位 下面由我来宣读 赫里代 上京天海贸易 送黄金麒麟一对 好 同路建设集团 送肖正峰真记富贵图衣服 依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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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木 这是谁呀 送的什么 是是是 送什么给我瞧瞧 给我们唱歌呀 送 依然集团 送迅达集团 棺材四副 依然集团 送迅达集团 棺材四副 丑木 你居然敢找苏家的茬 祸够了 怎么 只允许苏绍故兄杀人 不允许我讨回公道啊 怎么回事 这人是谁呀 苏绍杀人 瞎说别瞎说别瞎住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连家门都没出过 什么故兄杀人 我不知道 什么故兄 要不我亲自带伊藤平香来指证你 一千万故兄杀我 你还挺下血本啊 你 你就是依然集团 业毅然失踪的丈夫 楚沫 怎么有什么指教 不敢当 听说你最近 用雷霆手段 恢复了一战集团 确实是后生可畏 不过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闯进门 苏家闹事 不够合情理 你儿子故兄杀人就合情理了 真理公平 自有定论 难道当了这么多人 你还想行凶不成 什么不敢 楚沫 别给脸不要脸 没种东西 还不赶快给我滚 爸 楚先生 全自有得位的地方 还忘了你多多喊 等我调查清楚了 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好 我等着 走 是你和刀子的主意吧 老大 我我我 没有什么东西 记着做事要做绝 龙帅 刚才为什么不对他们动手 对付苏家这些杂碎 易如反掌 我这么做 就是要为了把他的后台逼出来 逼他们 不错 只有把他们的后台逼出来 才能无限接见真相 哎 对了龙虎 我最近发现你的脸蛋精致了许多呀 最近依然姐姐带我去做了美容 好 原来是做了女人该做的事啊 对了老虎 嗯 这两天苏家容易动手 保护好易燃寸步不离 是 老大 把你所有的精锐都集中起来 听我安排 是老大 老二 你发动上京所有的关系网 摸清楚目 叶亦然的情况 好 少奇 今晚你去暗会 宝贝到了 你把它拍下来 三天内 安排出境 我知道了 爸 行了 都麻烦吧 爸 是不是问一下 您上面的意思 小蛋糕 你不演活了 什么话都敢说 不 不敢 你给我记住 有些人有些事 最好别打气了 你问他干什么呢 啊 爸 我就是想 替您多分担一点 我知道错了 下次不管了 这位先生 你好啊 有什么事吗 参加案会的人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 我看这位先生 有点面生啊 你我都戴着面罩 你是怎么看出来我面生的 实不相瞒 这里面的人我都认识 比如你 楚先生 有点意思 楚先生最近在上京 闹出的动静可不小吧 不过我还是有句话 要奉劝你 在上京 有些人有些事 可万万碰不得 你说的什么 我不明白 哼 拍卖马上要开始了 祝楚先生 玩的愉快 我们恭喜五号先生 下面我们拍卖一块宝石 起拍价 一百万 一百万 这石头好像似曾相识过 感觉 好熟悉啊 我们恭喜这位 两百万 二百万 大概出二百万 您可以等一等 还有更好的 三百万 楚先生 我之前跟你说过 有些人有些事 最好不要碰 这块石头我要了 我出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不好了 宝石被盗了 的 他 对 对